东吴内战爆发后,乌克兰政府军装甲部队损失惨重。 既有从顿巴斯根据双方协议撤军时,行军纵队突然遭到猛烈火力覆盖。 大量坦克、装甲车和自行火炮被炸成废铁,也有在小规模战斗中被摧毁。 东吴武装不仅拥有多型素质、俄制反坦克导弹,而且拥有乌克兰政府军不曾装备的主战坦克。 俄军自用T-72B-3主战坦克和BM-30龙卷风火箭炮出现在东吴境内,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最近更是被发现T-5000M狙击步枪和不明型号电子战系统出现在东吴,东吴境内被摧毁的T-72B-3残骸。 加上,境内多个军火库被俄罗斯特攻破坏,乌克兰政府军极端缺乏装备。 乌克兰军工企业现在已经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维修升级前线受损战车,没有多余的精力生产更多新装备。 这也是乌克兰失去泰国T-84M堡垒主战坦克订单的主要原因,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的帮助。 尤其是特赤海峡冲突事件后,北约里的前华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量援助中,就有不少早期型号的T-72主战坦克和BMP-1步兵战车的。 大量T-72送往乌克兰。 关于东乌的俄混合部队装甲装备,情况很难了解。 根据公开报道看,其主战坦克大多数是不同型号的T-72,不少都是俄军现役装备。 北约专家称一般的俄罗斯坦克在乌克兰,这话可能略显夸张,但也道出了东乌有大量俄军坦克。 至于更为先进一些的T-80和T-90,东乌境内数量很少或者干脆就没有发现。 塔斯社最新讯息,俄军方讯息人士透露,最新一批改进型T-72B-3主战坦克, 已经部署到与乌克兰东北部接掌的布良斯克地区。 这些坦克不是新生产的,而是对俄军老式T-72进行的升价改装。 很可能借鉴了在东乌克兰和叙利亚的经验,包括克里米亚在内。 在乌克兰周边的俄军已经超过了15万人,据称还有大量俄军部队在从东边开过来。 T-72B-3价格较为昂贵,外销不佳。 值得一提的是,乌克兰周边的俄军,不少部队装备的居然是此前已经从俄军中退役的T-62主战坦克。 此前就有讯息称,大量被封存的T-62主战坦克在解封升级后, 除了送往叙利亚,不少也被装备给西南部的俄军部队。 尤其是那些新组建的部队,大量俄军现役坦克,包括改进型T-72和T-90, 纷纷送往叙利亚和东屋境内,导致俄军部队装备不足,加之新装备采购数量内减。 不得不装备这些已经退役的武器,除了T-72,解封后的T-80也装备了俄军。 北约军事观察员认为,俄军精锐纷纷前往叙利亚和东屋参战, 俄军军费削减的主要部队,就是新装备采购和训练费用。 在东屋和叙利亚战绩的背后,俄军总体战斗力实际在下降,这话不是完全没道理。 大批T-62,除了送往叙利亚,就是重新装备给俄军新部队。